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颖玲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疫情导致护照申请需等待数月 CNN报道 国务院护照服务部表示 由于疫情造成了超过100万份护照申请积压 目前新护照和续签常规的申请等待时间最长为18周 加急件的等待时间长达12周 费用为60美元 这意味着现在提交新护照申请的人 要等到秋天才能拿到新护照 高温远钢旱助长伙势 中雄野火肆虐美加西部 由于述出大火持续延烧 加州大片地区进入红色警戒 利火窜烧逼近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临近的厄勒冈州则是灾情最惨重 境内的血统山火已吞物超过21万2758英亩土地 加拿大西部边境的森林大火 也是烧个不停 过去两天新增至35个起火点 Delta变种病毒来袭 加州仍有四成死硬派不打疫苗 加州先后以乐透抽奖等活动 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但是到现在 仍有41%的加州居民 还没有打过任何疫苗 专家因此呼吁 可能要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 让更多人去打疫苗 否则疫情失控导致医院瘫痪的情形可能重演 有窒息危险 Walgreens召回迪士尼小熊维尼摇铃 此次召回的迪士尼小熊维尼摇铃 由于摇铃底座可能会脱落 对诱额构成窒息危险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的摇铃 并联系Walgreens获得全额退款 目前已收到八起关于小熊维尼摇铃底座脱离报告 没有受伤事件发生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